希望能够取得乡亲市民对我们的体会 国民党台南市议会党团成员一字排开 想支持者道歉 因为议长选举三名议员李正国李文俊 还有张世贤林郑导歌 将票投给民进党的邱莉莉 其中李文俊更是原本计划推派的副议长人选 市党部将这三位同志开除党籍 以谢国人对国民党的期盼 会不会被开除党籍跑票的三人都很低调 不过县市议长选举国民党各种状况不断 基隆市议长选举国民党的张芳莉跑票 投给对手民进党 台南则是三位党团成员跑票 投给民进党的邱莉莉 高雄国民党议员曾俊杰投票前一天 宣布退党带枪投靠民进党 更搭档康玉成抢下副议长 花莲则是六名议员跑票 其中张俊连任议长后立刻宣布退党 你选后马上就把国民党抛到旁边 所以呢你要是有胆选钱 我们告诉你你退党你有骨气 选后你做这样事情你就是被骨 对于任何违反党籍的我们都觉得非常遗憾 我们考机会也会在事后积极的来处理 党主席朱立伦表态违反党籍的一定会积极处理 各县市党部也纷纷宣布建议中央一律开除党籍 国民党跑票连连成了县市议长选战中最大惊奇 欢迎新闻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